由於李旺陽自殺疑點重重 他的爆妹李旺齡要求在律師和專家陪同下驗屍 不過內地當局就拒絕有關的要求 而當名前往湖南提供協助的維權律師 懷疑遭受到打壓而失去聯絡 李旺陽死亡的事件引起本港社會關注 行政會議成員張炳良 認為有需要徹查李旺陽死亡真相 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就表示 民建聯不準備去信中央 認為人大代表不能影響正常執法 亦都不能指點當局做事 我們就不是去直接 就算是人大代表 都不能直接去要求公安局 或者要求有關的政府應該怎樣做 我想這個也不符合我們人大本身的身份 我們是一種監察政府本身的運作 我們有這樣的權 但我們的權也不能影響正常執法 不過多位港區人大代表 包括自由黨主席劉建儀 和新民黨的田北辰 都說會去信人大常委 要求徹查李旺陽死亡真相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翠同報道 在錄影響正常域 所有人在訪問前 都說到很治療 我問為日